比如南海事务 国务卿讲得很清楚 这个南海岛域牵扯到美国国家利益 所以我想北韩当然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但是美国的政策很明显的 美国要强化自己在亚洲的地位 东南亚的地位 东亚的地位 在南海的地位 积极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务 跟过去明显的是跟布什时代的政策是不太一样 刚才我讲过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主要 以前布什就强调一个地 就是我们说的defense 就是安全 然后奥巴马在几个月以前 他的外交资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讲三个地 不仅是一个defense 还有一个department 就是外交 第三个是development 就是经济上的合作 所以他在他的全球战略上 他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要改善跟中东国家的关系 跟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 他要加强跟东亚国家的关系 和其他所有地区的改善 拉美啊非洲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前提上面 所以中国会觉得 美国跟东盟国家 跟越南联手 所以这里有一定的成分的分析是对的 但是有一些夸大了 这个合作是完全是正对中国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正确的解读 他的对外政策 实际上美国也希望中国跟其他国家 搞好关系 包括越南东盟 只是不认为把这些 这些同盟啊 或者上海合作组织啊 东盟加二加加一啊 作为反对美国 或者抵制美国的这个利益集团 我想接位 接着这刚才我们谈到了 就是国务卿克林顿 在越南在河内 所发表的关于中国 这个在这个南中国海的 一个主权问题 这番讲话 应该怎么样来解读 李先生先生 这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因为两方面都有 这也是中国当代表团 非常恼火的一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呢 中国呢 就是以前呢 并没有强调 这南海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而且据有些人士讲呢 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呢 并不是中国政府 首先提出来的 而是中国的一些网民 或者中国的一些评论员 首先提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使很多这南海的那个国家呢 就中国有领土纠纷 海域纠纷的一些国家呢 这反应的非常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克林顿 国务卿呢 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要 首先呢 他说这个事情呢 要各国家来商谈 并不是 而且美国呢 在那里的也有它的利益所在 当然这是有历史的原因 造成的 本身美国 而且呢 那些区域当中的大国 包括印度 包括印度尼西亚 还有当然不用说 日本 韩国 和其他一些国家 菲律宾 都希望美国 在那个区域当中 维持它的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讲 中国领导也讲 中国并不挑战 这个亚洲的安全的框架 我的理解就是 并不希望 就美国 马上从这个区域里面 撤出去 当然以后怎么样 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至少呢 总共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 中国领导的说法 和中国民众军方的说法 有一定的差距 我觉得现在 美国拉拢中国 所有周边的国家 从越南 东南亚国家 到印度 到外蒙 到中亚西亚国家 很明显的 形成一种 唯独的姿态 所以中国的反应很强 为什么军方 会有这么强的反应 因为 很多中国军方人士 还有外交人士认为 美国现在夸大 强调中国威胁论 所以美国现在 在对中国形成一种 包围的事态 这就是中国 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 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很有意思 究竟是不是中国威胁论 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过去曾经有所谓 中国崩溃论 中国崛起论 现在是中国威胁论 这个变成了在美国内部 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应 我是一直主张 并没有中国威胁人 但是呢 现在当中国的导弹 准备对准了 美国的 George Washington号 航空母舰 中国的这种战略性的 重新的解读 军事崛起论 你说我怎么跟美国的 民众的学习界 或者政府来讲这个问题 讲中国不是 不存在中国威胁人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两方面 都有两个方面 都有一些的误读 在中国来讲 是一个美国阴谋论 最明显的就是包围中国 你真的认为 美国要跟中国打仗吗 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 同样的 中国要跟美国打仗吗 我觉得大多数人 也不愿意跟美国打仗 说到这 我要打断你一下 李成 就是说到 中国要不要和美国打仗 我们现在注意到 中国军方啊 包括一些民众 最近呢 有一些非常强硬的一些 一些发表了一些言论 那么 比如说 就是关于南海 这个主权问题 中国呢 把它视作是一种核心利益 军方呢 甚至就 有人就提出来 来要积极的谈 准备打的策略 你怎么看这些 这些动作 所以 这就是更使美国的 有些人认为 这是什么 中国威胁的 这已经是发生了 已经不是成的 是不是会发生 已经是非常迫在眉睫的 对他们来讲 所以呢 我觉得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中国呢 有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误读 当小布什 当时他第一任时期 他就是 就职以后 他有一个三个 三个假想的敌人 就很清楚 第一是伊拉克 第二是尔国 第三是中国 他把中国当成了敌人 而奥巴马从来没有 把中国当成敌人 而且我们知道 Rumfield 国务卿 副总统 都是非常强硬的 鹰派 要针对中国 遏制中国 等等 但是现在的国务卿 现在的国防部长 都是非常温和的 但现在中国 对他们的批评 对奥巴马的批评 都非常厉害 所以有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 不是很像毛泽东讲 首先你要知道 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当然不是绝对的 但至少 奥巴马给了中国 他说尊重中国 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而且他是讲的 他是第一个 太平洋的总统 跟中国搞好关系 是他最主要的 他已经非常讲了 非常接近讲我们是战略的伙伴 但是在这种情况 现在这种 由于中国的 这个北朝鲜事件 然后一些反应 当然美国也有责任 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了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究竟中国是不是 对美国形成威胁 我们可以放在一边 但至少现在 中国是挑战美国 你看中国要建造航空母舰 要建造远洋 远洋舰队 美国在海上是无敌的 可是 现在中国的 这个海军的发展 是要建造海洋舰队 是要建造至少是 两艘航空母舰 这些对美国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你即使是不是威胁的话 至少也是对美国的一个 国家利益的挑战 这件 我不认为是完全对美国的威胁 我觉得中国有它任何理由 建造航空母舰 而且中国 而且中国要 不是必定是这个 大国当然已经是大国了 那问题是在于 它是以 不是以美国为敌人 这是个关键 如果你这个航空母舰 军事海军 你是保护你自己国家利益 保护你的远洋的安全 能源的攻击 和其他攻击的安全 这完全可以理解 中国应该不应该建航空母舰 你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 中国有中国的野心 中国的崛起 我觉得 还是应该走邓小平所说的路 那个 更多的 和平崛起 和平发展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交点对话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